我前夫老师去年离婚的 为什么离婚 就是他们两个好了嘛 他们两个好了 我不知道我被蒙在鼓里 有些话是老师最具人的说话 原来金大姐夫妻俩和张大姐夫妻俩都在同一个场上班 两家人之前还是隔壁邻居 平时走动都很密切 张大姐说她怎么也没想到 丈夫和自己离婚的原因 居然就出在金大姐身上 又是朋友 又是一个场女工作 朋友我们两个说不上 现在肯定不是朋友 如果要是说朋友 你跟我前夫的关系 你自己应该比我清楚 要有证据 他跟我前夫什么关系 他自己最清楚 还是十年前 那你别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们要讲证据 那你也不要 最好不要说我 要讲证据 所以说说朋友 我们两个说不上朋友 他们好了 那我前夫等于是把我赶出去了 为了孩子我赶出去 这句话都不要说 谁要他照顾 他现在还有个怨气在那里 其实他还有个怨气 那怨气 他十年前跟我前夫是什么关系 要有证据 所以你也要有证据 那外面那 等一下他回来了 就是证据 你打掉孩子是不是证据 我打掉孩子跟你有关系吗 就是我前夫的了 他们刚离婚 离婚了 他怀孕了 怀孕三个月了去流产的 他前夫当着每个人的面对说 几个月没碰过他 你怎么知道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呀 我们天天就住在一个房间 你知道他没碰过 他当着别人的面说的 我听到的 只有他跟你说的 那你可以问你 我妈 他我前夫 我们的老乡那么多都听到 一听张大姐这么说 金大姐急了 他索性把十年前的事情 通通的搬了出来 他们在电脑上面 他们上网我教的啊 然后在上面老婆宝贝 回家我带你 我们一起回去 你老公要这样发动 怎么样 他说那以前的事 你怎么忘记了 他以前也是老师这样跟我 要跟我聊天吗 我都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都是结婚的人 孩子都是这么大的 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样 你别跟我说这些话 所以说 现在他老公还在这样子跟我打电话 还在跟我这样子说 跟这个事情没关系 是不是由于他的原因跟你前夫 我跟你说老年就 如果说一个人 男人跑了 就去找别的女人 你说你找得完吗 不秀追究别人 自己关闭了自己的丈夫 我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脸面 我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 他的前夫还在受扰你 他现在他还跟我打电话呢 他跟我说 我说我们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吗 不知回头 回头 就他得老 前面的老长 他现在还在追究着你 还在跟我打电话 那他为什么这么追究着你 他说他要 他要跟我好 看到我勤劳 被闺蜜抢了丈夫 张大姐呢 是一肚子的委屈 可现在看来啊 他和闺蜜前夫的关系 也有些不上路 这两家的关系 真是不简单 金大姐说 他原本也不想翻这些旧账 可自打 他跟张大姐的前夫结了婚 张大姐就常常找他闹事 这让他有些任无可忍 从来没说过 那是因为他跟我吵架 到床里面来打 就是找打架 这样我才说出来的 打架 你看看谁打谁 我脸上的伤 但是你给我抓的了 这个是这么最近的时间 是你坐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打 我追到你上班 为什么 我跟我前夫买的背套什么东西 我们都离婚了 你请什么到我房里去 你请什么追到我房间里面来找 因为我前夫在这里 对对对 我的东西就有可能在这里 我当然要进来看一下我的东西 你再也找到了 关键已经离了 怎么就离开了 就是那我跟你说老娘就 这个东西如果说谁勾引谁的丈夫 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必要追究 抢走了 再抢都抢走了 那我也只能接受现实是不是 那人离婚了之后 孩子的事情 孩子是归他的 那他怎么约带我的孩子 老娘就我们现在说是这个约带孩子的问题 你要孩子碎毛豆 打开水大桶小桶的打 只有12岁 孩子被开水烫了 都不敢说 张大姐的女儿今年12岁 离婚后判给前夫 金大姐就顺理成章成了孩子的后妈 金大姐说她这个后妈可不是一般的难当啊 别人的东西老是往家了 你就觉得孩子这个习惯不好 那你如果说还有我的化妆品 你看这个东西是我故意的 然后做来装这个东西的 你故意做这个箱子 怕它搞坏是不是 就是给我 我买了那个不贵嘛 也不便宜 一百多块钱一斤啊 然后给我塞到下水上里面 洗了 洗干净 裙子也给我扔了啊 你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为什么这样 就是小孩子乱用东西 他还是认为不认为这个后男孩 不是不是 小孩子他就这样 到超市里面去 我再跟着他屁股后面 没事的 我说你别拿别的东西 要什么我们买 你良心是孩子不多的 是这么个事情 我不会多赖一个孩子 你知不知道你女儿有这种事情 跟他们一起怎么弄我不知道 以前也没有这种事情 在我那里去 没有 那现在这个女儿在哪里啊 女儿在我那里 那你这么说了 我孩子不听话 那你们后来弄的 就是不要孩子这个话 那就是你这样子弄起来的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上班的时候叫你过来了 不是 你说过你说我孩子是你的 来过 不能说了 没说了 这当事人来了 种种疑团能解胎吗 这丈夫杨大哥一回来 金大姐啊 好似找到了救兵 可前妻张大姐可就不好受了 我说你挺难心说 你有没有说他的话 外面的 等一下他回来了就是证据 你打掉孩子是不是证据 我打掉孩子跟你有关系吗 就是我前妇的了 自己有没有说过 我过这样的话 可以等一下发誓 那个 有必要去发誓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不会说的 因为孩子是谁的 我们自己心里谁都心里 就是这样 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心里有底 离婚协议谁言告谁被告 这位瞎子都知道 不是啊 离婚协议说了 我是被他们逼的 没办法了 被谁逼 被他们两个 逼的没办法了 那我只要去这样子 我都喝到这里 去找了一碗拿下来 带着爸妈那里去 这样叫别人逼的吗 那是一个问之后 前妇的出现 让张大姐的情绪 突然激动了起来 张大姐说 前夫和自己离婚 完全就是一场阴谋 既然说到这里了 那我也就把这些话 抢给你 他们两个之前就商量好的 说好的 离了婚一起过 两个各自去找一个人 就是说 不让我们知道 他们两个已经好了 这是他自己亲口对我说的 你全部自己告诉你 他们是商量好在欺骗你的 有这个事情没有 有这个事没有的 他想来回来 当时我叫他回来 他不回来 离婚的时候 他说觉得对不住我 这个主意 他自己说的 是他出的主意 有没有这个事情的 你跟他在一起了 就跟他睡在一起了 有没有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事 他现在看 看了 他不想去追求这些 不想去说这些 既然你问了 你就不要一次又一次的来 伤害我 伤害你那个 他去找我了 这样的 这样子三次 是不是这种情况 三次 什么这种情况 什么这种情况 我那个时候叫他回来 他那时候想让他回来 他自己不愿意回来 他现在好像又后悔了 我是什么东西 你要是他回来 不要你手机脚踩掉 肥 一天前妻开始后悔起了 离婚这件事情 前夫杨大哥有些急了 这边是结婚12年的前妻 那边是结婚不到一年的 现任妻子 杨大哥心头的这感秤 显然不太摆得平 我那个时候知道回来 我说你不回来 就说 现在是 让全部人 天天下都说 我在勾引他了 我在勾引他了 那人叫说句良心话 你看我 像嫁不出去的人 我要去勾引他 我跟你说 这个人就别看他这样 这就算算话了 房子什么都没有 钱一分钱都没有 而且他赌博输掉了 然后给他他失望过去 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拿去 那么你为什么跟着他呢 看着他什么 他对我很好的 他对我白衣白顺 他对你好啊 白衣白顺了 他以前对你是不是好 对你是不是白衣白顺 对我还好 你为什么要找 你你说 如果他外面没有人 他为什么我十二点钟下班 他跟我说这样的话 他说 我说都不能说了 他说我给你自由 给你两年自由 你到外面去找 找好了我们离婚 他说你真的 他真的 我恢复你 就是没有 不要乱说好不好 再来这个怨气年修 抱着都平常的心态 你也去请求 你自己后来的幸福 是吧 也去找一个幸福的 这里也不要去问他 他不能再幸福也好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他幸福幸福 现在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要的是什么 我就不要再去阻弄他们了 我要的是什么 在彻底放手前 张大姐还有一桩心事 那就是女儿的抚养费 前夫在离婚后 从未付过 那小孩要愿意跟着他爸爸 那我还是同意他跟他爸爸 但是小孩要跟我 你每个月生活费你得出 但我的要求 没有要求你出的 打到我的卡里 打到孩子的卡里 这个卡我也给他了 说的是1月1号打进来 到现在他没打 打每个月多少 每个月说 当时说的是500 6000 也不多 这个问题是我的原因 不是他的原因 是你的原因 到我场里面打 到我上班的地方去打 就是打了一架 后来我说这钱我不拿了 谁说已经离婚了 可孩子毕竟是亲生骨肉 一听妻子拒付抚养费 丈夫杨大哥急了 不是说不承 你搞错了 我们一直要承的 这钱是我的钱 他没有钱拿给他的 一直不要肥话 实际上是实际上来不承 所以说你在那烦人呢 都几个钱他没上班啊 服养费应该给我 他强制心的给他承起来 那你不是要给孩子承的 他出两钱凭什么要我们出那么多 我的意思就是存在那个 我们回老家去 一个小孩付口本拿来 给他存在那个定期 他也愿意把这个钱打给 我不愿意了 现在 我那你不愿意啊 六千块钱不是付给我的 是 是这孩子存在那里 不用你来安排 我们以后会给孩子的 但是我就是不服这口气 我也还不服这口气 那哪能跟你说 所以你们这口气了 不要再不服了 只有大家会来自相应 为你们家庭 我是为孩子相应 看得出金大姐和陈大姐 都有自己的委屈 可大人感情的事情 却拿孩子的抚养费来出气 实在不应该 这个孩子以后 嫁人了 或者就算在他那里 我们也要给他住家中的 作为老爸 但是我凭什么要你来安排 本身大姐为了这个婚姻事件 他都恨着你 抢着她老公呢 你在他一婚姻期间 你就跟他在一起了 心里就是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我也不舒服 我也不舒服 所以说 你们两个把这个不舒服的事情 削掉 不要再纠缠了 结果也不要再责怪他们什么事情了 要责怪责怪你老公 他处理的事情 是不是 你要听说他也没意思了 你要找到他也没意思了 所以你们同不同意 这个五千块一年 六千块一年 存在孩子的卡上 同不同意 这很简单的 我回去把你帮老家的帮一张给他整个钉鸡 好的 如果他把这个钱存进去了 我也不会再麻烦你 好了好了 我现在保证了 对我来检查 肯定保证的咯 好吧 这第一点 还有最后一条 你的心里的尾策 你心里的不满 你心里对他们 比如说怨恨 从此人开始 全部坏坏 他这种随身坏承认 其实就是这里面 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现在就摆在这里 现在就摆在这里 你要做活他们